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15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來到星期日 繼續跟大家緊急分析 國際的時事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現在簡直就是世界大亂 多個地方燃起火頭 當然包括 最刺熱 爾巴 的衝突 美軍 也動用航空母艦把兵力調去 地中海 世界正在大亂 對很多野心家 獨裁者來說 這個 絕對是好時機 因為可以乘機擴大版圖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 是另一個地方即將爆發衝突 這個地方 叫做阿塞拜疆 還有 亞美尼亞 這個地方絕對不是第一次爆發衝突 現在 又再爆發 最新的情報來源是來自美國 美國的布林肯出來警告這件事 我們繼續詳細說這件事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你聽著的現在是星期二日報 我們的節目繼續是星期二得道 敬請大家留意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是我們的舊頻道 你仍然可以訂閱 我們仍然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這個頻道 我們正在用廣播的是星期二日報 大家記得留意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頻道 叫做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個真的是後備用途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現在其實都經營得相當辛苦 因為 就是被罰停賽幾個月 幾個月之後 再跟你說 無法解封 然後我們集中了火力 就是放在星期二日報 裡面 到底是不是能夠順利 暢順運作 我們也不知道 只能夠見步行步 請各位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 真的做得也很辛苦 我們也會有Patreon的獨家節目 今天 可能會休息一天 因為今天有事情要做 可能我們再假日 補回給大家 希望大家注意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講一講最新的阿塞拜疆 以及亞美尼亞問題 最新 是來自 美國的國務卿 是布林肯 布林肯說 就是 亞塞拜疆在未來幾個星期 有機會 入侵亞美尼亞 由這個消息人士透露 布林肯 就是上個星期警告一部分2月 他們說正在追蹤這件事 說亞塞拜疆已經有情報顯示他們即將會對 亞美尼亞進行入侵 換言之 這個高加索地區一樣繼續有戰亂 而且 戰爭的規模 暫時也不能夠確定 事源 是亞塞拜疆的總統 叫做伊利哈姆 伊利哈姆 要求亞美尼亞要將他的南部邊境 開放 一條走廊 他要亞美尼亞的南邊這條走廊 將 亞塞拜疆 跟土耳其 以及伊朗 還有他的飛地 連接起來 飛地的名字叫做納卡爾諾卡拉巴 太過巧合了 所以我們中文叫飛地 什麼叫飛地 對於一個國家來講 他有一塊土地 是 被 另外一個國家包圍著 跟自己的國家本身就不接通 在術語上叫做飛地 大家都知道 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疆的戰爭 在上一次就是跟納卡地區有關 因為納卡地區 位於亞美尼亞的境內 所以這件事 事情相當複雜 其實亞美尼亞的背後 就是俄羅斯 而這個 亞塞拜疆的背後 就是土耳其 所以在上一次 亞美尼亞對亞塞拜疆的戰爭裏面 亞塞拜疆 使用了大量的土耳其製的無人機 將 亞美尼亞的裝甲車 以及坦克車 好像 玩具一樣 不斷 向他進行轟窄 而這個亞美尼亞的防空系統 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對亞塞拜疆的無人機 有任何作用 由那次開始 其實就被人看穿了 是亞美尼亞背後的俄羅斯 今時今日的軍事科技 是不足以 應付現代 的無人機攻擊 現在 亞塞拜疆跟亞美尼亞 原本的戰爭結束了 亞美尼亞 需要 向亞塞拜疆求和 但是最新的戰士又來了 而亞美尼亞背後的俄羅斯 原本他的大哥是俄羅斯 但是由於 俄羅斯 對亞美尼亞的支援 實在是少之又少 原因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正在全力入侵 烏克蘭 也 俄羅斯的軍隊被烏克蘭消滅到七七八八 導致 俄羅斯根本沒有辦法應付 再多一場戰爭 所以即使跟亞美尼亞 有軍事同盟 即是亞美尼亞遭受亞塞拜疆入侵 理論上 跟俄羅斯被入侵是一樣的 俄羅斯應該立即幫助 再加上上一次亞塞拜疆打贏了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等於要割地賠款 現在亞塞拜疆 膽子更加大 而他的背後是土耳其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現在其實是沒有牙老虎 所以 這個叫做亞塞拜疆 在這個時候挑起戰火 這個 挑起的戰火 就是肯定 並不是俄羅斯的計劃的一部分 但是絕對有可能 是其他的邪惡軸心 的計劃的一部分 首先 亞塞拜疆攻擊的並不是俄羅斯的本土 對他們的邪惡盟友 對俄羅斯來說 除了沒有面子之外 並沒有直接的傷害 如果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 又再爆發 是第二個戰場的話 當然 還有第三個戰場 我這一節就不說了 留給Tony再跟大家說 當然 還有第四個 第五個 問題就是 那些邪惡軸心的國家 是不是把握著現在世界大亂的情況 趁世界大亂 就是出手 對獨裁者來說 西方的 西方的衰靜主義 英文叫做Appeasement Policy 什麼叫做Appeasement Policy 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歐洲西方國家對著納粹德國 當時的政策 就是叫做孤色養隔 無論德國在做多少入侵的行為 當時 主要的歐洲的西方國家 主要的英國和法國 就是在走著衰靜主義 就是 我不想打仗 有事講和 不要打了 結果這種衰靜主義 就是導致當時的希特拉 野心膨脹 甚至乎 打算吞併了整個歐洲 事實上 目前的西方世界對著邪惡軸心的國家 可以說得上 實在是太過寬容 所以直接導致這一批 邪惡軸心的國家 在背後 蠢蠢欲動 雖然 暫時 沒有直接 證據指示 阿塞拜疆背後跟中共有關 但是中共跟土耳其之間的關係 還有 土耳其人非常之喜歡大陸產品 覺得大陸產品又夠便宜 質量又夠好 當然是用土耳其的標準來計算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土耳其基本上整個國家 是強力反美的 所以對中國 跟俄羅斯來說 跟俄羅斯是有仇的 但是 他們仍然會共同地覺得美國是敵人的 所以 他們在這個時候借機發難 是絕對有可能 這個也符合 中共 在 今年 的點火計劃 四周圍製造混亂 這也符合中共的點火計劃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似乎是世界大亂 如果在同一時間 多個地方 爆發戰事的話 實際上就是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的 都是在 多個地方 因為連鎖的關係 說好了你入侵這裡 我入侵那裏 你幫我hold著他 我幫他 我幫你hold著這邊 實際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進行 所以如果 這次 是借這個時機 周圍燃起了戰線 跟著這一群邪惡俗心國家 在背後是連成一線 又或者他們這次 是打代理人戰爭 實際上往後的歷史 現在正在發生的 就是醞釀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聯絡